大家午安 我是王主持人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刚晚被林根仁报说 诈领助理废害疑似介入人家的家庭 那么现在这个男助理 发了三点声明要澄清 说自己并不是人头助理 当助理期间 可以说是全时段都在接听电话 那如果真的全天24小时 都来跟着高宏安的话 工作那么样的辛苦 那为什么助理期间的薪水60万 全部都捐献给民众党呢 高宏安办公室说 他就自己想捐 所以这个助理是来搞朋友的吗 还是有没有可能 高宏安当民众党不分区立委 必须要上缴60万元的责任款 这个钱有可能是这样来的呢 如果是真的话 那就惨了 因为涉嫌了 贪毒重罪 但没有想到呢 克文泽在刚刚说了 这就刚好符合扣打了啦 奇怪 难道是你自己对号入座了吗 整件事情是民众党去检举 那么林庚人来召开记者会的 没有想到高宏安呢 现在告了媒体 骂了绿营 就是没有告林庚人 为什么呢 因为就不能说是国家机器啦 今天上午呢 林庚人是三度召开记者会 五问高宏安 要他不要再勘托了 新竹的蓝白河呢 现在想要牺牲林庚人 但看起来应该是鱼死网破了 赵绍康这个新竹换台北的说法呢 两日三变 现在又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 要拿高宏安来换黄珊珊啊 但是竹以伦这边呢 却必谈高宏安的争议 让林庚人没办法 照再来找韩国瑜来辅选 换起高宏安的黑寒仇恨值 但是赵绍康的指点江山 奇怪大家也说了 蒋万安 你怎么一句话都没有说 是不是你也是希望弃对手来保自己成真呢 这个礼拜六三一电视跟TVBS呢 共同主办的电视辩论会就要登场了 蔡英文总统呢 力挺陈时中 已经八天呢 五度同台了 甚至还想入小内阁 甚至还被陈时中呢 给搞笑拒绝了 那陈时中说 现在的台北市府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SOP出问题 就是骂 所以自己呢 要改变这样的领导文化 所以千错万错呢 千万都不能把人家想成是坏人 好就连这个高端的影片 过敏民众想要谢谢陈时中 蒋万安团队都要说 这个是把压力给过敏民众吗 到底是谁听到陈时中就过敏呢 那蒋万安怎么不去骂中国呢 你看看现在武汉有多惨 武汉现在再度来封城 边境现在整个大排队 出现了逃难潮 这样的人民生活才真的是凄惨万分 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欢迎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中庭晃晃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桃圆市富佑保护联盟发起人李博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高桓的男朋友 是不是人头助理呢 现在又爆出他当助理的薪水 这么样的刚好 几乎一样的钱拿去捐给民众党 是国库通党库吗 现在高桓办公室说 就是他自己想捐啊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市长 你是不是想要十万块 把他带回家送给佩琪姐 再用半个月的薪水不可以 买二手钻表 恐花掉自己半个月薪水 台北市场柯文哲对钱斤斤计较 但如今民众党政治现金 恐怕涉及高桓安理性助理 诈领公款 网红四茶帽爆料 高桓安理性助理 109年110年共捐60万政治现金 给民众党 换算成他在国会助理期间薪资 差不多就是60万 而这金额还恰好是 高桓安不分区立委的责任募款额 金额非常的巧合 他刚好是做13个月14个月 然后刚好领的薪资大概就是60万左右 那刚好他捐的钱也是60万 那他是人头助理 还是他真的就是爱党爱国 把所有钱都捐出去 做了一年的白宫 他做所做所一定是合法 当然你们刚才讲那个捐款 我回查看 印象中这应该是 我们每个部分区立委都有扩大要捐回来 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奇怪 有没有国库通党库 柯文哲说还要查 但也强调相信高桓安作为绝对合法 还反批男女感情室 何必搬上台面 只是蓝绿立委其身质疑 恐怕有违法疑虑 男朋友的钱汇到民众党 那这个其实在这个时机 的确是不恰当 最重要是高桓安委员 应该要出来说清楚 高桓安自己本人也另外有捐款 及其他的付出 总之一高桓安理性助理 二号晚间连发两篇声明 澄清自己不是人头助理 与高桓安之间存在婚外情 也非事实 但如今又被爆国会薪资 疑似回流民众党 成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立新闻 许前大姆军 SN小组台北新竹报道 好 高桓安现在被爆说 诈领助理费 而且介入人家的家庭吗 现在这个男朋友助理呢 好 发出了三点最新声明 但让大家说 好像看了之后 你也没有拿出真实证据来啊 我们要请教瑞德哥 因为这个三点声明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呢 我担任高桓安 立委助理工作期间 都是按月来指领薪酬的 工作都是兢兢业业的 我安城所分派的工作 并不是人头助理 好 这个是第一点 他说呢 我都有工作表单哦 文件照片的记录哦 这个是第二点 再来呢 他说 为什么我的email呢 还有手机会跟高桓安一样呢 这个非常非常的单纯 因为呢 高桓安对外界公开的 公务手机 一直以来呢 都是我在代为全时段 坚梯处理 这也是本人呢 担任助理工作的职责之一 那瑞德哥你看这一段 你觉得他有事宜吗 对于男女情爱啊 男未婚女未嫁 或是已经离婚呢 我个人没有兴趣 对这些八卦传闻呢 我个人并不在乎 但问题是 这并不是你们私人之间的 感情问题啊 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些 跟公堂有关系的流向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上午呢 前台北县 先前后后十位的议员啊 那么被判刑 四年到五年不等入狱 就在今天 为了议员的相关的 配合款之类的弊案 那全台湾 这几年以来啊 全台湾各地的议会的议员 因为助理人头案呢 那么这个被判刑的 被法办的 甚至还被收押的 那么也是好几十个人啊 所以呢 到底有没有用人头 这个等于说 扎领相关的助理的费用 这才是检掉 跟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 那么所以呢 到底是不是像李先生所说的 他当然他的婚姻啊 他是不是像媒体所报道 2013年结婚 那李先生说 他2015年就离婚 2018年到鸿海 才跟高安认识 这其实我讲坦白 这是他们的个人自由 但问题就在于说 那么现在大家所瞩目的焦点 在什么地方 大家说瞩目的焦点在于 那这个助理到底是不是真的助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那么从昨天晚上 其实这些日子以来 我发现全台湾有一个人 千万不要得罪他 外号四叉猫 你知道吗 这个太可怕了 昨天晚上睡觉前 我太太就让我看到 刘宇四叉猫的最新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有关于李先生 他捐款的东西 今天高办 高宏安的竞选办公处的回应 对不对 跟之前的一些事情的 处理态度是一样的 为什么 有关于这个理性助理 他的这个捐款 他们说 这个是他个人的意志 这合法 我当然知道 是他个人的意志跟合法 这个我知道 不用你讲 捐款给任何一个 这个等于说 慈善机构给任何一个政党 都OK 只要合乎法律 当然OK 我如果有一个员工 每个月薪水三四万 年底 我本来要发给他年龙奖金 他把这一年的薪水 全部捐回给我公司 我跟你讲 我外加是老板的男朋友 这种公司 十个八个我都收 你知道吗 因为为什么 不合情理 因为不合情理 立法院的助理一个月 虽然他是扣打四十几万 然后让你去分发 他大概差不多一个人 最高也是五六万 然后最低大概三四万这样子 那假设他工作了十四个月 从十四个2020年 2020年到2021 那么他几乎赚的 差不多是六十万 但是在这两年里面 他却捐给了民众党 也一样 他大概一年捐三十万 捐了两年六十万 有人现在去把这个说 同名同姓捐给蔡英文 不好意思 那是另外一位 那一位是同名同姓 因为他的身份证 自好是不一样的 那不要张官礼贷 然后呢 可是他几乎 刚好就把他立法 马院的助理的薪水 几乎全部都捐出去 那捐钱不是问题 搞朋友 而且这个李先生 好像投资理财 投资皇帝财也蛮厉害的 就我不怀疑 可是重点来了 因为刚好金额 十二点都说十二的 刚好 刚好又是捐这样子 那柯文哲今天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不是说他们不分区立委 有扣打吗 刚好也是六十万 怎么那么巧 当然高宏安 他的发言人说 高宏安也有捐款 对的 很好 那么其实 你只要告诉我们一个东西 就好像你的 那个什么 那个新鲜纳提大学 那个有没有申请书 对不对 你只要告诉我们 把东西拿出来就好 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很简单 你的扣打跟他的捐款没有关系 这样就好了 你的扣打 就是说你的那个捐款的扣打 跟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立法院的这个助理的费薪水费用呢 没有关系 我现在说的扣打是高宏安部分区立委 应该要在民动党负责的六十万的扣打 不是这笔钱 那大家就不会起疑了嘛 就没有问题了嘛 为什么 因为他个人的 个人喜欢捐骂 什么意思啊 现在就怕一种东西 就怕马英九在特别费里面 有人帮他发明一个 这个叫做大水库理论 因为李先生的三点声明里面说 他那个电话 高宏安的电话24小时是由他处理嘛 然后email是由他 这个我相信啦 如果是男女朋友关系的话 很亲密的话 一般助理不会做这种事啦 为什么 老板要回去睡觉啊 你知道吗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打电话 给高宏安过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接电话的人 都不是高宏安 都是这位这个李姓的助理 而且李姓助理自己本身 应该也有自己的 这个行动电话吧 不会高宏安的 全部是他在用吧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我们不了解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难道跟马英九的特别费的 大水库理论一样 高宏安的钱跟你的钱 是混在一起的吗 混在一起 所以你混过去吗 那请问民众党收到 这个李先生的捐款 跟这个高宏安的相关的扣大 是不是你们申报的时候 就主名说是同一笔款项 他就是他负责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 要民众党跟高宏安 出来说清楚蒋明白 不能跟 不能一句话 现在处理很多事情 一句话把它简化 一切合法 捐款是他的自由 不能这个样子 为什么呢 今天这个案子 而且更好笑的是 你要告媒体 我不反对 那是你的自由 你应该去告中国国民党的 新竹市场候选人 林根人 他是所有一切的根源 不是吗 你却不敢告他 你为什么不敢告他呢 那现在却在鬼扯什么民进党 搞不好又是政治追杀 搞不好又来一个国家机器 跟民进党什么事 还好这些事情不是民进党发动的 你知道吗 是国民党发动的 总不会国民党跟林根人 是民进党的彻翼跟打手 不可能嘛 总不能他们是1450 不可能嘛 总不可能是你们 攻击中的什么塔绿班 不可能 因为高宏安也骂过 民进党跟台派的支持者 这些绿营的支持叫做塔绿班跟绿处 不是吗 好所以大家也说 奇怪不合理啊 我24小时都来帮高宏安 帮我的老板接听电话 而且我每个月的薪水都捐出去 哇这个人是出来做功德的吗 但我们要请教晃哥 因为现在呢 他也说 我就想捐啊 对不对 我个人的意愿啊 四叉帽爆料说 李中庭在2020年到2021年 担任立委助理期间 总共捐了60万给民众党 这里还有收支哦 刚刚好两笔金额就是60万元 那说高宏安也有捐 那这一年109年下来呢 看起来是捐了20万啦 还不到这个60万的扣大啦 好他就说了 立委薪资呢 大约一年下来也就是60万元 等于是呢 你就把它通通捐出去了 那果然呢 高宏安办公室这个发言人就说 他就是自由意志啊 我就想捐啊 我家就OK啊 不行吗 我从昨天高宏安跟他这个男朋友 李中庭两个人前后发的新闻稿里面 大概我先讲我们很确定 已经当事人大概间接或直接证实的事情 第一个 李中庭在担任高宏安助理的期间有兼职 对 因为高宏安昨天并没有否认 他一直在强调说兼职是合法的 好 第二件事情两个人应该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呢 双方都否认 这个有介入家庭 这是李中庭自己讲 他说他2015年离婚 高宏安2018年才到鸿海上班 但是呢 李中庭是2013年才结婚 所以等于是结婚两年就离婚了 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这部分我比较保留 因为什么时候离婚当事人说了算 我们也无法查证 好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却证实的 但是我要提醒 高宏安跟李中庭现在采取的 我觉得这两天他们一定有讨论 所以两个人对外说辞是一致的 就说我真的是有在当助理 然后我有很多工作的记录 我将来会提供给司法单位 没有错 法律的细节 你要去跟司法单位讲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选举跟政治的处理 因为司法单位调查不会在11月26号以前有结果 你知道选民他决定要不要投票给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一个综合的主观价值判断 他不管是公领域还是私领域 所以其实高宏安你如果要抢救你的选情的话 你应该现在就开记者会 把李中庭叫出来 两个人一起开记者会 然后把你有当正职助理的所有的证据全部摊出来 为什么我这样提醒你 因为我记得我记得林哥人在10月30号 第一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也是我也是在举行节目 我讲过 我说这是林哥人钓鱼的第一步 对你说后面还会再报 果然再报了 我告诉你林哥人今天再给你一个提示 你知道你助理的正职是什么吗 他问到很细 他说你有没有帮他投保建老保 二代建保 如果是正职是助理的话 你的建老保是要放在立法院的 对 好林哥人会这样 我跟你讲明天搞不好他就把投保单拿出来了 我觉得他手上是有东西的 如果假设林哥人拿出来这个李中庭的建老保 不是放在立法院 而是放在其他的某公司某基金会 反正不管放哪里 只要不是放在立法院 我跟你讲 这就是人头助理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人头助理 好 所以高宏安再给你一天的机会 这是兼职的部分 另外我来讲那六十万的部分 的确刚刚瑞德有讲 他可以用大水库小水库来解释 也可以如他发言人讲 人家就是要捐 没有错 可是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常理 有没有符合常理 我不管这一位李助理 他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应该是还不错 听说买了三间房子 然后开Lessus的车 Lessus台湾买得到最便宜的 即使是CT200H 一台也要155万 都是百万房车以上 好 我不管 但是呢 这些请你留着 去跟检察官解释 为什么 因为有太多的巧合 第一个不合常理的地方是 哪有人去做一年多做义工 做功德啦 我把钱都捐出去了 好吧 就算是你女朋友吧 难道你都 你觉得这个钱 都不需要进到口袋里面吗 我觉得这不合常理 第二件事情 请注意他捐款的时间 他第一笔30万 是在2020年的12月30号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这个新闻 2021年的12月22号 也是年底的时候 当时民众党说 有一半的中安委员 钱可能筹不算 因为他有募款责任额 不分区立委是60万 没有错 所以柯文哲今天也证实了 是60万 就是这个quota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这个证实呢 可能是也证实了说 这个李中庭他那个钱 真的是捐进来 好 现在要证明是或不是 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我讲那个时间点巧合 因为刚好是年底 就是dayline到了 截止期限到了 那可能还差30万 所以呢 赶快30万就进来了 第二年的捐款在6月24号 那代表什么 上半年度要结束了 30万赶快进来 时间没有这么巧的 而且你说好 我要捐款 一般薪水 一般上班族的捐款 可能就是我捐个三五万 然后积少成多 很少有上班族 会一次拿出30万出来捐的 通常只有大概 老板等级或是企业 才有可能这种手笔 你看连高宏安自己 缴那个募款责任额 他都是分4比 一比五万 你是立法委员 结果你的助理比你更好贏 一次出手就30万 很怕手 这个助理比老板还有钱 你觉得这合理吗 所以呢 我觉得要证明这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那钱是捐到 捐到民众党中央的 政治线专户 今天假设说 这个钱是高宏安的责任额 通常他在汇款单上面 会注明高宏安委员的额度 民众党中央的专户里面 都看得到 所以只要他后面注明的话 就代表说 这个人可能是进去 变成了一个假助理 我拿了薪水之后呢 就来给高宏安嘛 对 因为如果是高宏安委员的额度 那这个就是高宏安要负责募的款 可是刚好你负责募的款 又是你的助理的薪水 那这不是就符合人头助理的 就是把国家的钱 透过一个人头 然后再转回民众党 这叫国库通党库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是说等司法单位调查 是你高宏安 你要赶快拿出来证明的事情 证明说不是 其实很简单 高宏安你只要去跟民众党 申请政治线线专户 那两笔捐款 汇款后面的记录 有没有注明是高宏安委员额度 很简单 因为为什么要注明 因为不注明我不知道这笔钱 到底是支持者捐的还是说是谁的额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高宏安你是要讲清楚的 而且你如果一切等司法的话 这个事情会一路烧 烧到11月26号 这不是说什么绿营侧义 零根爆料的是零根人 然后后面抄刀的 可能是韩国瑜的人 这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不要去扯民进党 柯文哲今天也显然很故意把这个 焦点转移到民进党好像激起这个民众党支持者说 同仇敌忾 但是我再跟所有的人讲一次 这件事情是零根人开的记者会 从头到尾开正式记者会质疑的 包含今天开的都是零根人 那个跟民进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很简单嘛 民众党现在只要拿出这笔钱 是不是高宏安的责任款的注记 那不就好啊 就可以一次帮两个人洗刷清白啦 但我们要请教博文哥 你觉得会拿出来吗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零根人今天 上午是第三度来召开记者会 他就说了 如果是用立法院助理费支付男朋友的薪资的话 就涉及了私相授受 如果只是挂人头的话呢 就涉及了诈领助理费 恐怕触犯了贪污罪行 好 等于是两边都有问题喔 但今天呢 柯文哲回应也很幽默 他说了什么呢 跟要求的扣打一样 哇 这个是不小心脱口说出了真话吗 我不觉得这个他是脱口说出啊 这个柯文哲讲一句话 等于是替高宏安 就是说你这个事情确实有问题 这个背后跟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 有没有什么样他们互相要配合的事情 这我不晓得 但他讲这又很奇怪 我后来讲回来 我讲这件事情的坦白讲很单纯 我们例如说我们一般在 在竞选过程中或者说我们担任议员 不可能说只有光助理就够啊 一定会有很多志工来帮忙你 这些志工他不拿任何薪水 但是他真的是无怨无悔全心全意 他觉得说成就这个政治人物 就是成就他的理想价值 所以会有很多的志工 好 我请问大家 如果今天高宏安这位助理李中庭啊 李中庭他每个月拿高宏安的薪水 然后呢拿了这个薪水之后 他又把这个薪水全数的这个捐回 所谓这个民众党的党库里面 那等于他没有薪水嘛 那等于没有薪水 那我问大家一句话就好 关键哦 保证关键 那他当志工就好了啊 他当志工就好了啊 我竟然马上自己去立法院当助理 好 那他不当志工 然后他又把薪水捐出去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高度质疑嘛 这里面他有没有在替高宏安 这个国库通党库 他我们说我高度质疑 因为我讲的很简单 如果他要做这样的事情 他不用搭配周章 每个月你知道那个立委还要去签名 还要确认 还是我真的很想24小时帮高宏安接听电话 对 24小时工啊 那你如果 我先不要讲24小时那个东西 另外一回事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今天要全捐回去 他就当志工就好了啊 他可以当高宏安24小时的志工 可是他为什么要挂一个 挂一个这个名号在这边 我没有讲人头 我说挂一个抬头在这里 为什么 这里面他可以领钱啊 然后领钱之后 然后再捐出去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里面起人一斗 好 那我问 我提醒大家 为什么议员的部分 那么多的诈领助理费案 一个一个起诉 甚至判刑 今天也有好几个已经入狱 对不对 为什么 很简单 我觉得这次事情 高宏安要高度感谢您跟人 我讲这句话 大家听看有没有道理 一般像这种事情 例如说有人去检举 而且像这么具体的检举 检掉一定是接获检举之后 然后观察 酝酿收集资料一段时间之后 不动声色的 突然就大规模的搜索 然后就生压 这个时候 只要他大规模搜索生压之后 我跟大家讲 你高宏安哪有机会 在那边讲说什么 我这个他 我赶快收集说 他这几年帮我做了多少事情 然后他绝对不是挂这个 挂一个人头 不是 这个怎么样 我告诉以前为什么 这个议员的很多案子 后来为什么办得出来 第一时间搜索 第二时间生压 生压立刻分开讯问 哇 你议员讲的 跟你助理讲的不一样 助理可能讲说 你这个人头助理讲的是说 我可能是帮你跑服务选举 可是候选人说 没有 他是我的小编 哇 这样就不坑了 所以这件事情 他要感谢林根人 林根人的爆料 让他等于可以隔空 可以进行串政 我是说假设 他真的有违法的话 这个要由司法去认定 但是林根人这样的爆料 等于是事先 把这个风声走漏了 那高宏安说 原来检掉 现在有人检举我 赶快我跟这个李仲庆 讲好 他帮我做了哪些事情 对啊 为什么他的手机 跟他的email号码跟我一样 我坦白讲 高宏安 所以你看这几天高宏安 敢不敢骂这个林根人 没有耶 他没有骂林根人 他是骂民进党 因为我认为他试一下 恐怕他心里是感谢林根人 没有林根人的爆料 恐怕今天高宏安 搞不好已经被 被升押或者被搜索了 那这件事情 我就讲得很简单 大家不用挥那么 你知道当一个公费助理 有多麻烦吗 你要填一大堆的资料 然后你每个月的劳健保 你还要扣 然后这个 这个你的办公室 还要帮你扣掉 同时你那个东西 还牵涉到什么 报税了 还要等等 那我请问大家 你既然那么麻烦 那你和 你就直接当他志工就好了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疑点重重 最后到底有没有涉及这个违法 当然法院去认定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高宏安 目前所有的解释 都不足以说服大家 好 所以包括定义委员 就在脸书上面po文说 这件事情太多的 不正常不寻常了 助理捐助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是人头 拿去抵消这个募款的话 就会有贪毒问题了 而且如果这个李中庭 确实是人头 而且另外有专职工作的话 这个法律问题麻烦就大了 所以你看 这个李中庭 他最新的强调 最新的声明 就说我不是人头助理 我有工作表单 我有文件照片记录 但要请教这桃园妈妈博社 因为现在看起来 都没有拿出来 这样有办法帮你事情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夸张 完全不符合逻辑 那么虽然关于高宏安 他理性男友 虽然这个议题 一度聚焦在理性男友的 婚姻关系当中 但是随着四叉猫 是他们透过监察院 翻出的理性男友的 政治现金资料 在队上每一年 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 募款扣党是60万 如今高宏安的议题 已经彻底脱离 客问者口口声声的私领域 那么套用黄定颖 律师的说法 高宏安将面对的刑责 恐将是诈领助理队 的贪污治罪条例 利用职务上的机会 以诈述使人 将本人之物 或是第三人之物 交付者处七年以上 有其扶持 而且可能是我捐个钱 我还要被判七年 没有错 没有错 得病科 新台币六千万以下罚金 法律上写得清清楚楚 那么高宏安 柯文哲 你们不要在那边 再装可怜 涉及诈领助理费 国库党库 这个是绝对会引起 我们老百姓的反感 我们定位委员就此事 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立法院助理并没有 可否兼职的法律规定 但即便是聘请 自己的亲友担任助理 也很少看到 如此的被保护 以至于手机 跟信箱 都跟立法委员的 完全一致 不是说不能用亲友 担任助理 而是你既然选择 你用了亲友 你就要面对外界 对于高宏安采用 亲友担任助理的质疑 那么更何况 目前各方掌握的资料看来 高宏安男友争议 都不是由民进党 都不是由民进党阵营 所率先掌握的 甚至还是由民众党内部 流出来的 自己爆料的嘛 对没有错 是他们民众党自己爆料的 那么在显示民众党内 内部或许已经有人 对于里南的工作绩效 已经颇有为止 还有就是高宏安男友的争议核心 还是在于王定委委员所说的 公费助理薪资 不可以变成立委的收入 对没有错 若高宏安跟男友涉及的问题是 里南为高宏安的人头薪水 只是从里南过水到高宏安身上 再拿去抵消责任募款的 这个额度的扣打 这个就涉及 我们稍后再来请教博社妈妈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柯文哲现在说跟要求扣打一样 但是我们的上报总组比就说 这句话就是成堂证供了 柯文哲你是真不懂 还是装算 还是刻意 要给谁难堪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所以大家现在质疑了 高宏安的男朋友到底是不是人头助理呢 虽然他自己说不是嘛 但是你必须要拿出证据来啊 但没有想到今天呢 大家问了柯文哲 柯文哲居然讲出了这一段话 好为什么两年捐民众党60万呢 他说跟要求的扣打一样啊 哇那不是证实了党库通国库吗 现在上报总组比呢 嘉宏哥就说了 这句话已经是成堂证供了 柯文哲是真不懂还是装算 还是要给谁难看呢 所以真的是要给谁难看吗 请教正好 没有他就是雅思伯哥正发病了 雅思伯哥正他们就说 柯文哲每次说 没办法我就是会不小心 说出心里的话 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呢 应该呢帮高宏安圆一下 可没办法 他心里也觉得太怪了嘛 里面真的太多太多怪事情 我先跟大家讲 诈领助理费在贪污之罪条例里面是重罪 要处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这个罪非常非常重 你只要意图得利 一流不发职务上依发之财物 就是诈领助理罪 所以这件事情对高宏安来说 绝对不是两张A4就可以搞定了 其实诡异的地方是什么 李中庭在2020年2月1号到2021年3月31号 担任高宏安助理14个月 这14个月依照助理平均行情 他领的薪水就是60万上下 他领的薪水是60万上下 又捐给民众党60万上 对于高宏安来说 他要解释的东西是 你有没有其他捐款60万的部分 什么意思呢 因为民众党是这样子 民众党要求 所有不分区立委都要捐60万的责任 那这60万责任理论上 应该是高宏安自己捐出来的 那如果高宏安没有捐 他想了一招 让一个人头助理来 领了14个月的薪水 领了60万 再把这60万转到民众党 变成他募款的责任额的话 他就是符合刚刚讲的 意图意留不发职务上 应发之财务 这样的话钱就不用 从我口袋里面拿出来了 就不用从高宏安口袋里面出了 所以高宏安要证明 清白只有一个 他另外有捐第二笔60万 懂我意思吗 如果高宏安完全没有 捐另外一笔60万 而他的责任额又这样过关 再加上柯文哲曾经说 不缴责任额的人 不提名 高宏安现在也没有被提名 有嘛 表示他责任额每年都缴 那奇怪呢 2020年的责任额 是个有李中廷帮你缴的 而李中廷是你的助理 而李中廷领你的助理费 而李中廷呢 又没有做任何相关助理的事情的时候 这是当然要认罪 多少议员因为这件事情被抓 潘怀宗是因为 我跟你讲 炸领助理费不是要领到口袋 才叫炸领 法律上是 本来这条钱该是你要出 你用助理费来出 你就是坐牢 潘怀宗也是 几百万没有进口袋 他是很多地方的红白铁 实在付不来 他用助理费 请助理费说助理费是四万块 我说那我把你调薪调成六万块 这两万块 你平常就帮我去负责红白铁 也没有用为己用 这个东西就被判刑 还有台北市议员 还有台北市议员 他状况是 他原本一个助理要离职 离职要给他什么东西 给他离职金 潜散费 潜散费规定是要 一元本身自己出 他说那算了 不然我就 让你多做一个月 这个月你不要来办公室 这五万块当你潜散费 也被起诉 所以对于高宏安来说 这件事情没有 没有那么简单 绝对不是说什么 我用A4 我准备律师 我在法律上公法 我就搞定了 未来可能会面对什么东西 第一个 北极组一定多线搜查 对不对 每一个扎领助理费 都被好几线搜查 议会办公室 地方服务处 竞选总部 自己住家 还有岭南的住家 这五个地方一定搜查 多线搜查 第二个 带回北极组问讯 或带回地检组问讯 问讯完后看 要交保还收押 交保在后保室 你假如交保 今天是三百万 你拿不算 你就睡个晚上 你隔天媒体一样赌你 这些东西对于选举来说 是核弹级的灾难 我在讲一次 这叫核弹级的灾难 那好 他现在理性助理说 那这个呢 我其实真有当助理 我24小时都有帮高华人处理 电话 Email等等等等等等 杀一个谎 要第二个谎来援纳 24小时都有处理的话 违反劳基法 超时工作 超时工作 那好辛苦啦 可以先罢款 先罢款 违反劳基法 但重点是 你有没有24小时工作 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 就算你有工作 可是你这笔钱 你跟高华人有协议 挪为 听起来 挪用的挪 挪为 你的政治现金责任而之用的话 就是诈领助理费嘛 所以我觉得 这些事情 如果高华人是清白的话 赶快开记者会 如果不是清白的话 后面还有20几天的选举 等待他的 绝对不是我们这种 政治上的流言蜚语 我坦白讲 我们这种流言蜚语 不算什么 你观点是就好 等待他是司法 而且这个司法 残酷的事情是什么 他不会随着 11月26号选环落幕 11月26号选环之后 我们都不会再谈 没再谈这件事 大家会谈什么 谈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可是司法会持续整办 行 就是那个审判会持续召开 庭会继续开 所以这件事情 我再讲的是 是选举过程的核弹 高宏安要小心应对 好 所以就像正好所讲的 这件事情很简单 要不然就是民众党 他可以出示证明说 高宏安他也一样 有捐60万 好 可能两边都有捐钱 那他可能这个助理 就是他自愿捐钱 要不然就是高宏安这边 你必须要出示说 这个男生是没有兼职的 有没有二代健保 我们要请教静平哥 因为刚刚包括 柯文哲讲的这句话说 哎呀 这扣打都一样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要给谁难看吗 黄定律师就说了 很多证据你还没有拿出来 包括什么呢 你领走多少的工费 你的公务跟兼职 怎么样分配时间 你的任务是什么 有没有证据可以有同事帮你证明 不然呢 像是你的工作日志啊 会议记录啊 现在都还看不到 所以真的还是要赶快找律师了吗 的确我回答举经这个问题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这个 郑昊讲的那个 他这个是跟贪污之罪相关 有关的条例 高宏安这个工费助理 疑似诈诈领工费助理的 这样一个助理费 他是要7年以上 如果判刑的话 一般都是7年以上的重罪 所以刚刚其实 博舍姐他提示讲的没错 他在桃园市也服务那么久 然后也知道我们地方的 这个议会议员 那个包括我们何博文 也当过议员都知道 这个在很多各县市议员 都因为这样工费助理的 这个诈领助理费而落 都有 每一个这个政党 无党籍全部都有发生 那高宏安他第一次当民意代表 第一次当立委 或许他对这个自行状况 他就不知道是知道了 然后想要规避这方面 还是说明知故犯 还是说不熟悉 不熟悉的话也是会有问题 因为这就是法律的 这个明定的规定 那你刚刚提到黄丽颖律师 他说的这个金流 的确他这个李中庭 他李的这个薪水 假设他一个月是3万块 那一年12个月 加上这个立法院薪水 不是13个月 是1.5个月 公务人员是1.5个月 是跟着公务人员走 虽然是他们助理 适用劳基法的规定 所以严格来说13.5个月 就好像一个月3万 一年12个月就是36万 加上这个13 这个1.5个月 等于13.5个月 差不多就是40万上下 那如果这个李中庭 领的这个40万上下 他是不是又把他这个 全部缴出去 交给了这个民众党党团 立法院党团 或民众党的这个中央 那一年多降下来 60万 那他的钱 是不是全部都找掉 因为这笔钱 是公家的经费 是纳税人民的血汗钱 当初编这个钱 40多万给这个立法委员 让他们有这个40多万元的 这个移力去分配 每个立委 8到12名的这个国会议员的 这个国会助理 并不是上面写说 你把可以把他拿来当成 任何政党的一个 募款责任额 或者任何政党的一个 政治赞助金 你可以给任何政党 并不是这样写哦 如果这样写立法委员 自己会去修法 这个都不只是有 社会观感问题 还有法律的这个疑虑问题 所以他的金流 因为大家知道助理 他在填完资料之后 他一定有那个一本存责 对 台湾银行存责 因为台湾银行是国营事业 是多少公家机关 议会助理 国会助理 几乎都是以台湾银行的存责 那台湾银行的存责 上面一定写李中庭的名字 那存责呢 一定是他自己本能保管 那ATM的金融卡 是高宏安保管 还是李中庭保管 那如果是李中庭保管 那钱是每个月 三万三万这样子给李中庭 他自己ATM去领出来 他自己花用 如果他自己是 做助理的工作 领助理的薪水 然后三万块花掉 他从来没有给高宏安 没有给民众党团 今天的问题就不会发生 但如果他是把这个钱 长期三万块 拿给高宏安 假如他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照这个分析和状况 或者是 他三万块领出来 直接拿给民众党中央 最后累积起来 变成三十万 三十六万 或许就是变成 最后所称的这个六十万 给民众党的钱 那这样的就会有问题 那高宏安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知不知道 他知不知行 他知不知道李中 你是用这样做 不要说我不知道 他是民众党的模范党工 我不知道他这样子 每年捐助民众党那么多钱 长达六十万元 我不知道他 他这么慷慨 我不知道给他的薪水 他都没用 这不是自己单方面片面支持可以决定的 第二个 我刚讲这个金流 一查 简掉就查得很清楚 你的钱流到哪里 你自己有没有花 那李中庭 李先生 你难道不用日常生活消费吗 你不用付什么 就算你是很有钱的人 不用付房租房贷什么等等 车贷信贷 但你都不用吃饭睡觉 不用花钱吗 你出门都不用用到什么经费 第二个 这个东西 李中庭 虽然法律没有规定说 公费助理不可以兼职 他不可以去担任什么公司的 上市公司或什么什么 或是做生意 或是做任何的事业 这样没有规定 但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领这个钱的时候 检察官就会认定说 你到底有没有在做助理的事 当然你的同事可以决定 为什么国会助理的通讯录上面 没有你的名字 可是立法院的人事处相关的资料 却有你的名字 你们国会办公室 高宏安的立法委员 国会办公室里面 有没有这个人 知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 助理之间 有没有看过他跑行程 有没有看过他接过电话 或什么 虽然高宏安说 他都帮我接电话 白天也怎样 晚上也怎样 我的手机都给他 但是你高宏安讲的 你跟他讲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跟他有串贡 那你要跟检察官 要说服检察官跟法官 相信你的说辞 你必须有其他同事 假设我们是同一个办公室 我又没有在跑选服 我又没有在设立法 我又没有在协助 跟这个委员有关的 民意代表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看得到 我又没有去过办公室 都清楚 如果很少 几率频率都很少 这是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个 就几乎成绿的几率很高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去举发 高宏安 一定会有人去高 那个地检署 新竹地检署告发的话 那高宏安我真的觉得 你只要有人告发 检方一查他就寄居了 好 所以现在不就是 民众党内部 自己去告发高宏安了吗 但重点来啦 高宏安现在呢 诶 告了媒体哦 骂了绿营哦 就是不告零跟人 为什么呢 有什么样的算计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那高宏安这个男朋友呢 现在发了三点声明 除了说呢 自己不是人头助理之外呢 还解析了自己跟高宏安之间的感情 好 他说他2015年呢 就恢复单身了 他2018年才认识高宏安 意思就是呢 这个高宏安呢 并没有介入人家的家庭啦 但重点来了 好 不管嘛 这个是儿女私情的部分嘛 重点是 你这个助理人也太好了吧 你看看哦 可以全时段的接听电话 24小时的这个心额不说 我们要请教慧珍姐 还很会赚钱 31岁赚进了三间房 还可以帮忙抖内给民众党 如果这样的员工的话 那是老板 我当然要多请几个了 是 我跟你讲 我现在看了之后 我真的是增长见识 我现在知道我要公开 悬赏我的男友条件 第二是 所有的薪水全部冲钩 第二个小时 第二个是24小时要全接通 这有可能吗 你是在找奴隶还是 就到最后是到80岁 我还在上前进新台湾 那口口起来啦 你知道吗 因为全台湾只有一个神奇的Jack Jack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而这个神奇的Jack 就被高宏安给捕获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在讲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 所谓的犯罪 贪污治罪条例的行为里面 我们有几个认定 第一个认定就是事实上的条件 第二个认定就是新政上的一个判定 在事实上的认定 其实刚刚前面几位来宾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其实集结啦 到底国库通党库 有没有诈领的问题 其实就只要看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劳健保嘛 刚刚其实那个 对啊 黄哥有特别补充 如果你的劳健保 根本就跟这个立委 助理职位无关的话 没有放立法院的话 那你就是户头嘛 你就是人头户头 所以你这样子也GG 第二件事情 其实就是刚刚正昊讲的 你高宏安有没有额外再捐六十万吗 因为如果说这是你立委 自己本人的扩檀的话 你立委自己本人再捐六十万 那就跟你助理 怎么样中党爱国 那是没关系的事情 所以那就这两个东西 国库 就是通他自己的私人的口袋 没有通党库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两个要件 马上就可以判断出 你到底有没有诈领保险金的情况 第二个情况是 我认为就是所谓的 如果到最后真的 到了司法体系里面 他会形成一个新政的判定 什么叫新政的判定 你这个状况 到底是有没有 是你长期所为 跟你这个人的形式风格 还有他是不是一个特例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 你要请一个助理 这个助理领钱 完全回归给国家 你的党所有 24小时 这已经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高宏安 你看高宏安 是不是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机关算尽的人 他从以前在领资测会薪水的时候 他都跟资测会勤款 跑去红海去面试 他就是要吃狗狗 要吃干妈 所有的资源用到尽 现在变成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 连着那时候的口袋 他自己就不要拿出来 还要自己的男朋友 然后弄一个公费的一个助理 公费助理之后 人家给你24小时接听电话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有的钱还归党库所有 这个东西如果说是法官上 看来讲说 这个跟你过往的形式风格 其实一脉相承的话 其实在新政上 他其实就很有可能 变成你够成犯罪的一个情况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在神奇的Jack 在辩解的过程里面 他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说我是24小时接通 24小时的 这样就成成一个问题 如果我是一般的陈情人 或者我是其他的立委 我要跟你讲一些 有关于机密上 国家重大机密的事情 那我可能是赖你 或者是我可能是在跟你传简讯 结果现在所有的讯息 全部都是先经过你 那这样就会变成是说 你其实才是真正的地下委员 这种情况其实不寻常的 另外一个是 所谓的24小时接通 根本就是你自己乱讲的 可能这从头到尾 手机就是高宏安的 那这很容易验证 所有打电话 这通手机的人 你到底第一个接起来的是 神奇的Jack 还是是高宏安 但惠盛姐 我说真的 因为这个克文哲也说 他认识这个男生 男助理已经很久了 会不会他放这个助理在这边 他也早就知情 我也知道你捐了那么多钱 是 其实举经理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刚刚又提到 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过往的一个 他们自己的形式风格 除了高宏安的形式风格 民众党这种国库 可能通党库 或者是富邦金库 通民众党党库的事情 其实是有钱内的 我们还记不记得之前 我们提到民众党提名的四个 他们自己的一个人 跑到了富邦那边当他们的独头 结果后来发现可能也要上缴这个东西 最后我补一句话 各位观众 你一定要好好睁大眼睛看 看什么 看我们现在是中华大学的林根源 电报匪陶匪啊 这一出戏实在是太好看了 好 不过高宏安现在说什么呢 他现在直接说 奇怪这些资料怎么会外流呢 调查局要做出解释 但大家也想问 你应该回去问的是民众党的自家人吧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林根源呢 现在在今天上午呢 三度召开记者会要报高宏安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连记者也都很纳闷 纳闷什么呢 好 记者就说 奇怪这一次打击委员的主力是林根源 为什么声明一直讲到民进党呢 是不是没有把林根源当成对手 大家想说 那他奇怪 没错啊 你要告媒体啊 好 你骂的都是骂绿营啊 但是我们要请教宏哥 为什么他提告名单里面 独缺了林根源呢 他不告林根源 大概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不告林根源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 已经被检举到调查局的北极组 所以现在是由调查局负责在侦办 那高宏安正好可以顺理成章 把这个事情推到 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这个这上面 所以包含他们的党主席 柯文哲 今天早上在受访的时候 也是故意讲一些 跟民进党有关的事情 他就要把这个事情 引导到跟民进党有关 我告了国民党 就不能把它推给民进党 没错 对 第二个理由就是 他如果告林根源 最后可能会变成司法认证 因为他如果去告林根源 林根源身为一个被告 他一定要举证 证明我有所本 刚好 那你不是在逼林根源 拿出更多东西吗 因为我觉得高宏安 现在最大的担心是 他根本不知道 林根源手上有什么东西 或者说 他根本不知道 那个民众党里面的检举者 那个吹哨者 他提供了什么东西 因为应该是 李当 是那个吹哨者 他提供给调查局的东西 跟给林根源的东西 是一样多的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林根源手上到底还有什么 你现在去告了 那林根源可能 一样一样丢出来 但是我觉得对高宏安来讲 他现在当务之急 不是处理司法问题 我的研判 调查局在选前 应该不会有搜索约谈的动作 我的研判应该不会有 因为依照 过去我们对于这个 司法单位在办案的政治敏感度 因为你选前 你如果去搜索约谈的高宏安的话 我跟你讲 两边的人都不会满意 民进党支持者不会满意 民众党支持者也不会满意 所以选前应该不会有动作 所以其实对高宏安来讲 现在最急的不是司法这一块 他最急的是 你要去怎么去跟选民讲 就如果我刚刚一开始 我就语重心长跟高宏安讲过 选民决定要不要投票给你 那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价值判断 他不管你是公领域私领域 他也不管你是不是介入别人的家庭 或者说这个是助理愿意捐钱 因为如果只要选民他觉得说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怪怪 怎么这样 他自然就可能不会投票你 可是高宏安从头到尾没有去处理这一块 所以我的研判是 这一块他根本处理不了 也许他真的拿不出证据 就像之前的事情一样 对啊 知测会那个事情 他也拿不出证据啊 只能拿出一个没头没尾的email 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好几次 你只要拿出长官 核准你兼职的批文就OK了 可是你拿不出来嘛 同样的道理 这件事情其实很好处理 刚刚正浩不是也提供你很好意见吗 你就把你2020跟2021 你自己的60万责任额的汇款证明 你个人汇款证明你可以去银行申请 你就把它拿出来说 没有 我60万是我自己出的 所以那个助理 那个李宗廷是 他真的很爱民众党 他自己捐的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